果敢同盟军,若开军,德昂军三家武装,以反诈为名,在缅北发动战争,很多人纷纷顾忌,这次同盟军要收复果敢,彻底铲除电诈,但从其排兵布阵以及进攻路线来看,同盟军应该也知道自己拿不下果敢,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来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缅北的战局和同盟军的情况,开启订阅小铃铛,包包说历史为您讲述课本上没有的事情,同盟军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主要是汉人,德昂族在中国也有分布,大部分在云南地区,总共有两万多人,若开人主要居住在缅甸西部靠近孟加拉的地区,但有部分士兵在缅北活动, 因为起初若开建军时,克钦军和同盟军给予了一定帮助,早在2016年,同盟军与克钦军、若开军、德昂军便已组建了北方联盟,这几家武装一直都是协同作战,并不是这次反诈之战才联合的,从目前同盟军方面公布的战报来看,三家武装的任务分工大概是,德昂军应该主要负责外围侧应作战, 其活动范畴最广,从善邦西北部的脑丘镇通往蒙古和国杆的公路上,多个据点被德昂军占据 目前,免军增援国杆和蒙古两个方向的交通线都已经被切断,要打通交通线还需要一段时间,若开军主要在蒙古方向作战,同盟军一步在蒙古作战,一步在国杆作战,还有小部分兵力在穆邦和桂盖两个方向阻击免军,公开资料显示,同盟军有四个旅的番号,分别是211旅, 311旅,511旅,611民族旅,其中211旅是彭嘉生败走果敢,重新创业时组建,创建时间最早,也是同盟军最精锐的部队,其他几个旅的干部,大多是从211旅抽调过去的 2015年,同盟军发动返乡之战多次杀入老街,但最终在缅军重兵增援下败退,211旅在老街北部的南天门山上坚守了95天,留下的100多人战志全部牺牲,南天门山之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打出了同盟军的威名 311旅,创建于2015年1月1日,也参加了返乡之战,但战绩不如211旅那样夺目,511旅创建于2016年3月14日,半年后便参加了蒙古解放战争,与缅军激战16天,表现出彩,这些人才称得上真正的战狼 他们怀揣着各种美好的梦想去了缅北,有些人想体验一把实战,有些人电视看多了,以为能在乱世中创立伟业,但到了之后才发觉,大山里面的苦完全超乎他们想象 后期逃兵越来越多,甚至有带武器跑回去被捉住的,后来奇特国表达不满,同盟军便解散了611旅,外界估计同盟军有8000人 这个数据是靠谱的,同盟军曾报道611旅新兵结业典礼,有1200多人身家,在算上没参加的,每个旅人数接近2000,4个旅加上总部直属部队 8000人应该是有的,最近传得最神的,就是同盟军的武器,说他们在树林里捡了装备,说这些话的 关注同盟军,肯定不超过两个星期,从同盟军官方公布的照片和视频看,还是以仿造的81式突击步枪,搭配苏式PKM通用机枪和RPG火箭筒 这些武器,要么克钦和瓦帮能仿造,要么是随处能买到的地摊货 其实2016年前后,同盟军就已经装备了这些武器,新增的只有头盔和防弹马甲 无人机是国内电商平台公开售卖的民用无人机 网上传得比较火的视频,被说成是同盟军使用95式步枪 看视频里一身形透,浓烈的美式风格,显然不是同盟军 而且,帝章也不属于缅北的任何一支武装 初步推断是菲律宾的警察部队,另一个使用89式重机枪的视频 事实上,早在8月份就在国内流传,同样从军装上无法推断是同盟军 而且,该款重机枪有外貌版,年北武装买到也不奇特 还有一张操作重型无人机的照片,其实是一个叫联盟之役的无人机组织 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联盟被军方赶下台后 组建了一个流亡政府,叫缅甸民族团结政府,联盟之役由该组织领导 目前在与克伦民族解放军合作 我的意思是,奇特大国没这么笨 即便要介入,也只会往树林里丢一些缅北能生产的东西 不会给人留把柄人抓住把柄 毕竟奇特大国与缅甸关系还不错 还要通过缅甸铺管道出海,不会公开得罪他们 事实上,同盟军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样 天天躲在山里面打游击,人家2018年就配备W-03型反器材狙击步枪了 另外8000多人的部队 平均一个人每天的伙食和生活补助算10元 一个月军费最少就要240万元 躲在深山里面打游击是打不出这么多钱的 同盟军的活动范畴并不局限于果敢这一个区域 除了311旅守在红颜根据地外 其他部队都在蒙古、穆邦、大须等地活动 而且有相对固定的根据地 这次反诈之战 从同盟军每天公布的战报 可以大致推断出其兵力部署 511旅主要在蒙古方向作战 611旅一部在桂盖方向与德昂军配合 切断了缅军增援的公路 一部在国赶南部进攻 211旅一部在穆邦方向阻击缅军 最新的战果是占据了新滚弄大桥 也就是切断了缅军从清水河方向的增援 因为这个桥是中国原建的 而且建成不久 同盟军姑娘不敢轻易炸毁 接下来能不能守住还要打个问号 211旅主力在国赶南部的清水河区域作战 战报中没有提到311旅 该旅应该还在红颜根据地 留作机动部队 国赶方面 同盟军的主攻方向在南部的清水河 前几天收复了清水河口岸 目前正在抢占边境线附近一些战略要地 另一部队在国赶中部作战 目前已经抢占了老街东面的制高点草坝寨 该地距离老街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 但同盟军没有重武器 够不着老街 这个方向的进攻应该是为了牵制缅军注意力 同盟军占据该地后就没有什么动静 姑娘是兵力不多 不敢贸然向老街开进 尽管同盟军打着清除电炸的旗号发动战士 但根据他的兵力部署推断 他们应该也清楚打不下果敢 看同盟军的进攻路线 主要是南部的清水河 这是缅北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岸 也是货物从曼德勒进入中国的最便捷的路线 曼德勒有几十万华人 与国内联系紧密 占据这个口岸 能帮助同盟军解决很大一部分军费问题 同盟军主力目前在抢占边境线附近的战略要点 而没有向老街方向推进 同盟军目前占据区域的地势 几乎与他们的红颜根据地一致 都有高大山脉作为屏障 一手南宫 占据这里适合建设根据地 长期进展 清水河区域的邻居 东面是中国 南面是瓦邦 对于同盟军来说都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可以解决物资供应问题 这一片地区比红颜根据地要好上百倍 由此可以推断 同盟军这次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占据清水河地区 再做下一步打算 当然能打下老街最好 但是老街没那么好打 果敢地区的缅军 加上边防部队和民团 总兵力超过同盟军 武器装备要优于同盟军 还有空中支援 而且这些人也不是菜鸡 他们常年和同盟军作战 同盟军是在红颜被打到进展不下去 才跳到外线作战 这么多年 同盟军很少来打果敢 网上有个同盟军旅长讲与缅军作战的视频 他提到缅军照样不怕死 冲到战壕前机米的地方 一个不注意就往战壕里跳 别看现在同盟军功德猛 主要是缅军在收缩兵力 等待大部队增援 缅军如果收拢到老街周边 同盟军能不能拿下老街 都要打个问号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老街北面的南天门山 2015年 同盟军发动返乡之战时 临时在这个高地上构筑攻势 缅军花了95天时间 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攻下 缅军攻下南天门后 在山上修建了重炮阵地 和坚固的预防攻势 目前已经经营七八年了 换成没有飞机 没有重火炮的同盟军来攻 大家觉得多久能拿下 如果按同样的时间95天算 从历次缅北战事来推断 外围那些游击部队 是挡不了缅军主力增援的 当然 同盟军真的能拿下果敢 彻底清除电诈分子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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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